IT全部报 新奇酷炫早知道 iPhone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将配备OLED曲面屏 早前就有爆料称 今年发布的iPhone8中至少有一种机型配备OLED曲面屏 如今来自供应链的消息增加了iPhone8配曲面屏的可信度 虽说iPhone搭载曲面屏会让颜值大增 可如果除了外表之外 拿不出什么更创新的功能 消费者们还会为iPhone买单吗 如今曲面屏手机早已见怪不怪 无论是三星S8还是华为Mate 9 Pro都有着更好的性价比 毕竟对于消费者而言 管你是苹果还是香蕉 谁家便宜我买谁 苹果iPad系列的销量是持续下跌 而微软Surface系列电脑则正好相反 凭借着出色的做工质量和系统加成 Surface Pro已延然成为消费者选购笔电的第一选择 如今微软准备在4月底召开新品发布会 本次大会的主角正是全新的Surface Pro 5 不过据爆料人士称 Surface Pro 5外形变化不大 主要是处理器升级到Intercapilic平台 目前Surface Pro 5已通过国家3C认证 从电源试备器信息来看 Surface Pro 5的充电信息和Surface Pro 4基本一致 这也说明其充电接口仍是磁性充电 其余更多的细节只能等待微软发布会公布了 与此同时 微软Holones国航版也有了新的动静 在Surface Pro 5之后通过了国家3C信息认证 产品名称是穿戴式电脑Holones Variable PC 微软中国这次终于不再归宿了 以往都是发布会之后半年才开卖的新品 这次看来将会变成同步发售了 不过坦白说 配置审马的倒不是很关心 毕竟你配置再好 动辄五位数的售价 臣妾实在是爱不起呀 虽说最近神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火的是一塌糊涂 但我们那年代最火的还是仙剑奇侠传 神马周边产品手办游戏都是不能错过地 近日根据游戏工委的查询系统显示 仙剑奇侠传5已经获得了游戏版号 信息显示游戏为引进游戏机游戏 早前有消息称 爱奇艺和英伟达之间合作 将Shel的主机带到中国 而此次仙剑奇侠传5将登陆的很可能就是国行Shel的主机 至于为何不是选择受众平台更广的PS4与Xbox One 游戏厂商并没有公布更多的消息解释 虽说仙剑奇侠传5与前四座的口碑差得有点远 但作为仙剑粉丝 还是要为这份情怀消费一番 智能可穿戴设备正在经历一场中年危机 Apple Watch主打运动中的智能手表 没能提升多少业绩 层出不穷的运动手环早就被扔在洗手间的一角 业界主打的健康监控概念 可穿戴设备并不能有效的帮助用户减肥 一旦摘下来就难以再找回新鲜感了 眼见着男人的前世赚不到了智能可穿戴 就将目光投向了女性用户 国外科技厂商近日推出了带有运动传感器的内衣 OM Bra 将可穿戴设备加入到了女性内衣当中 直接放置在胸前的传感器 比起手环来说显然在侧心率这件事上有着更多的优势 同时愿意花钱买高科技内衣的女性 对身体舒适度都有着更高的要求 同时该产品还能够监测更多的日常健康数据 比如通过胸罩还能测量每日的血压 甚至提高私密活动乐趣 然而感觉这类产品只适合国外厂商制作 若国内的厂商开始涉猎此领域 很可能就此被玩坏了 你的罩杯打败了全国55%的女性 双击电源键开始一键升杯 好了今天的IT全部报就到这儿 明天见